大家好,这里是游戏废人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Google Play 即将要在电脑上面推出他们的专属模拟器 叫做Google Play Games 现在台湾已经可以申请 测试资格了 只是像我之前虽然申请了,但是到现在还是等候中状态 因为同事有人运气比较好,已经有申请到了 所以之前有跟同事借来看过了解一下 但是就目前来说,我只能说它对模拟器根本无法造成威胁 甚至它需要优化的东西才非常多 那这边就大概先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东西有哪些的问题存在 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没看到 可是先不用抱太大持带 因为我觉得能够在今年内上就已经算是很好了 搞不好要到明年也说不定 那首先第1个 就是它只能够玩Google Play上面有资源合作的游戏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有上Google Play的游戏都可以玩 而是它要列在Google Play Windows里面 的游戏你才可以玩 那目前有资源游戏 不多 而且大部分就是一些 感觉上 除了大作以外就是一些有 工商合作 才会有的游戏 而里面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 目前它支援游戏里面有天堂2M跟天堂W 但这两个大家都知道 官方有纸皮可以用 而实际上你用纸皮也比模拟器顺很多 而现在 Google Play Games在跑游戏的 流畅度还远不如我们现在市面上常用那几个模拟器 不管是雷电啊夜神啊甚至是 ES 它都远不如这些模拟器的顺畅度 再来 就是 因为刚刚 它只能够支援 上面已经列在商店的游戏 所以你没办法像模拟器一样直接使用APK就可以 装 再加上有些 游戏厂商 的游戏 它可能不适合上Google Play 例如像 布模什么的 没办法通过审核上下 但是 大家还是很想要玩 那只好透过APK 所以像这种游戏的话 你 不用现在市面上流行和模拟器 根本没办法在电脑上没有玩 再来就是它的 设定有一些让人 很纳闷反人类的地方 例如说它只能够全萤幕执行 你没办法切换回去 这点 很奇怪 就是 你玩手机游戏 然后全萤幕执行 你又 没有把它的解析度做优化 其实你 可以看到很多的 就很丑的句子 你知道 就 这种 设定 就是让人觉得很纳闷 你至少让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用解析度吧 现在模拟器每一个都可以自己选 所以总结来说 就 你知道它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说 讲难题点 比一个市面上 已经在 公开使用的任何一个模拟器都还要烂 而且烂到 完全无法比 所以说 如果它能够完全支援 那可能就 会更好 但我相信 这一个东西 它的支援度 绝对不可能像 IOS那种单系统那么方便 所以最终 我以现在的测试情况来看 我自己是不太看好这个 系统 但反正 就算不用这个 现在各家厂商 都蛮积极的在推出自己的 专属 电脑登录器 就是 它的电脑版 其实如果有电脑版的游戏 我自己也是倾向就用官方电脑版就好 就不要用模拟器 至少跑起来会顺很多 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